为了响应罗东一间面食馆所举办的感恩回馈慈善意脉活动 罗东镇长林芝庙今天特别率领公所员工前往消费 并且呼吁乡亲前来响应募集更多的资金 帮助圣母医院来紧述完成老人医疗大楼新建 位在罗东镇新东南路上的大山东面食馆 为了感谢圣母医院对社会的贡献与付出 特别推出感恩回馈慈善意脉活动 预计将2月17日到21日5天的收入 全数捐给圣母医院 作为老人医疗大楼的新建费用 要有回馈嘛 感恩 如果我们说正经的 是感恩就是说我先生他的妈妈 就是之前就是在那个圣母医院就是过世 因为那时候我公公是老兵 老兵变成说他就是都没有带什么东西来台湾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我让英文医院的时候 就是进小学的时候 他就是他妈妈就是不在 不在的时候变成说圣母医院就是很大力的去赞助他 这样子 加上这是一个原因 加上我公公现在老了 有时候会跌倒什么 他也是送去圣母医院 他们就是对他的照顾 要说就是很排斥他 也不会说很排斥他 龙龙镇长林志妙今天中午特别率领公所员工前来消费 借此抛砖引玉 呼吁更多乡亲一起来响应这项慈善活动 帮忙募集更多的资金 让圣母医院早日完成老人医疗大楼的新建 2月21号这五天当中呢 他们所得的要捐给龙东圣母医院 做我们的这些新建大楼 重建这个医疗大楼用的 所以特别邀请到我们这些所有的乡亲 大家来共襄盛举 而且今天人的龙龙镇长 当然都来这里来烹饪 可以说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共襄盛举 对这个今天我们的大山东那个灭食馆 可以有这种的议举 这可以给我们社会给它赴落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